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什么样的女孩子 在神的眼中 在人的眼中都很美丽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以色帖记第二章 我们思想以色帖被 立为王后 在关键位置展现 女孩子美丽的 那个面相 这一章首先让我们看到 君王想念王后 因为上一章 王一七十下巴瓦斯提 免出了王后的位分 而大臣就建议 君王到各个地方 招娶美女到苏山城 交给太监 而王喜爱的女子就立为 王后 而当中 殡亚敏人莫迪改 他是以色列人 他跟约亚金王一起被 掳到外邦在苏山城 而他 抚养他的表妹 以色帖长大 莫迪改如同他的父亲一般 而以色帖很美 他被送入王宫中 而整个过程 他蒙 所有跟他身边的人喜悦 而他蒙喜悦 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照着莫迪改所命令的 没有把他的 籍贯身份 以色列的身份 说出来 他的美 展现在他的 顺服上 不单进入王宫后 顺服 在他立为王后之后 仍然顺服 每个女孩子 照例 接近一年 接下来 挨着次序 来建王 到王宫之前 能够得到他一切想要的 有各样的装饰 各样的美物 各样的保养品 化妆品 要把最美的一面 呈现出来 而进宫之后 除非王喜爱 不会再见到王的面 而 等到以色帖要去见王 他别无所求 哇 他所展现出的 那种知足 那种感恩 那种喜乐 他蒙 身边所有人 喜悦他 包含君王 君王看见他 就爱他 将他立为王后 莫迪盖的美 除了外表的美 除了知足的美 以及他顺服的美 莫迪盖 好像他的父亲一般 坐在朝门 不断地关心 以色帖的情况 而以色帖即便立为王后 他仍然遵照 莫迪盖的命令 没有把自己的身份 说出来 而接下来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成为后来 逆转胜的关键 就是 当王第二次招处女 要进宫的时候 莫迪盖坐在朝门 而他听见两个守门的太监 脑恨王 想要害王 莫迪盖 就去告诉以色帖 再报告君王 而旧查为时 就把两个要害王的人 挂在木头上 并且写入历史 这成为后来 莫迪盖得着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一张我们看到 女孩子的美 展现在哪里呢 除了外表的美 很重要是 他里头的感恩 他的知足 很重要是 他的顺服 当我们起来顺服神 起来 在基督里头 学习 爱神 顺服神 顺服身边 爱我们的人 那所展现的美 是极奇妙的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 不但追求外表的美丽 跟追求生命灵敏的美好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在耶稣里 顺服神 得人的喜悦 更得神的喜悦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